第五十四章 雨夜里传奇重现 这些年来 整个长安城都是鱼龙帮的天下 所有人都知道鱼龙帮上层有一批能争善战浑然不似普通黑道人物的狠立角色 除了从江湖最底层爬起 以狠独立位的骑士 其余那些角色随意放在西城或者南城都绝对能轻松打出一片江湖 很多人以为他们会不甘心现在的位置 以为他们会离开鱼龙帮自觅天地 会找机会出头 甚至背叛上尉 然而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五个男人依然紧紧跟随着他们的大哥 一步都未曾离开过 因为他们的大哥是春风亭老巢 长安城内很少有人见过春风亭老巢出手 更准确地说 早年那些见过春风亭老巢出手的老人早都已经死了 但没有任何人敢轻视他 更没有人会认为他是一个只会 奢谈兄弟情义 却毫无雷霆手段的指老虎 因为谁都明白能把长三等人震得死死的人物 腰间的配件不可能仅仅是书生的配饰 春风亭老巢这个名字是漂浮在他所有敌人头顶的一片阴影 他们想看到此人腰间配件出窍后会带来怎样的风雨 却没有人敢去试 因为他们知道 一旦此人腰间配件出窍 长安的黑夜必将迎来一番血雨腥风 感觉到几方所有人都被朝小树握件的那个动作震慑住 南城蒙老爷瞪大了眼睛 声色俱力地嘶吼道 他只是一个人 又不是神仙 都都给我上 黑道里永远不缺少热血冲昏头脑的满汉子 寻觅杀死江湖传奇 一举成名机会的隐忍者 被深州同伴数量鼓起汉勇气息的从众之人 随着南城蒙老爷的这声力喝 数百名长安帮众举起手中钢刀 大喊着从四面八方冲了过来 我只是想要回家 朝小树看着冲上来的敌人们说了这样一句话 然后苍朗一声 惊破雨中的破亭旧象 腰间的配件如蛟龙出窍 外向缓慢 实则迅捷地刺向冲在最前面的那个人 宁缺看着朝小树的背影 右手已经握住刀柄 却没有拔出那把最近被磨得极锋利的铺刀 因为他想看看这位长安黑夜传奇的真实实力 同时他觉得小树军先前说的那句话过于装逼 有些担心自己拔出刀来会被一道闪电雾劈而死 朝小树的剑样式很普通 普通长普通宽 开封处也无甚特别 只是在雨珠被高速移动的剑身拍散的那一瞬 隐约能够看到剑上有很多细纹 那些细纹并不是某种符纹 而是像树道缝隙被水银填满 过于牛逼的人说句实话 就会被人误认为是装逼 宁缺盯着那把剑 看着那把普通的剑 在最后那一刻改次为拍 准确而轻松地拍到那名汉子的胸膛上 终于明白 春风亭老巢这句话并不是装逼 而是这个人确实很牛逼 平直的剑身在空中被某股力量强行傲成弯曲 与他的速度相比 自夜空落下的雨滴缓慢地令人发指 而就在剑身拍打在那名汉子的胸膛上时 那股力量骤然自剑身递出 啪的一声直接将那片胸膛积得深陷下去 一声如鸡重隔的沉闷俱响 一声戛然而止的惨嚎 那名汉勇冲在最前的南城帮众 连朝小书的脸都没有来得及看清楚 便被直接拍成了一支风筝 极为凄惨地破空而飞 飞过破旧的春风亭落到了十几帐外 正字喧嚣喊杀的数百帮众骤然一静 他们的目光下意识地随着那名同伴 在雨夜空中画一道极长的弧线 恐怖力量竟是向天神手中的大锤一动天地四方洞 不 那把剑不是天神手中的铁锤 更像是仙石手中的一条钢鞭 冲到朝小树深周的那些江湖汉子 被这雷霆一击震撼的江丽原地 朝小树却没有停止在雨中向前的脚步 他潇洒直剑而行 每一步踏出便手腕微提 青山微震挥出一剑 挥剑之时 平伯剑身嗡嗡作鸣 极尽弯曲弹放之态 像条钢鞭般呼啸挥舞 裹着雨珠凉风啪啪击出 每一剑出便有一道人影飞起 剑身急凶 有人横飞撞到向墙 吐雪滑落 剑身急腿 有人翻着跟头划破夜空 骨折喷雪坠地 剑灰破雨 沉闷嗡鸣 人影不停横飞而出 惨毫恐惧之声 响彻先前还是死寂一片的春风亭 一路前行的朝小树 挥剑动作轻松随意 甚至可以用毫不在意来形容 就像是在夏日里驱赶夜蚊子 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平静如常 一步一驱跟在他身后的宁缺 却再也无法保持平静 在夜雨中无比明亮的毛子里 闪过一抹震惊之色 用轻薄的剑身击飞敌人 而不是选择更简单更省力的刺死敌人 朝小树的出手在前一刻让他有些不解 此刻才明白 只有这种方式 朝小树才能始终保持深周有一片空地 避免被对方一拥而上 但这种蛮把甚至嚣张的战斗方式 显然很消耗体力和精神 朝小树如果不是想用这种方式震慑住当场数百名凶悍的汉子 那便是他有自信直接把所有人拍死 宁缺看着朝小树的影子 看着这个在雨夜嚣张前行的中年男子 看着在他见下不时惨毫飞起的汉子 看着那些在远处泥水里呻吟不起的人 闽纯想道 我知道你强 但我没有想到你这样强 躲在人群之中的那位长安城大佬 此时早已心神剧烈 他们今天终于看到了春风亭老巢初见 但他们宁肯这一辈子都没有看到过 平日里他们在鱼龙帮的阴影下活得挺好 自以为双方差距不大 如果拼命去做 有有一搏之力 直到此时此刻 在七寒的春雨之中 这些人才无比七寒地发现 事实原来如此残酷 他们能够活着 只不过是因为鱼龙帮和那个中年男子 根本不屑于多看自己一眼 传奇就是传奇 无论江湖 青楼 还是官场上 能够在人们记忆中成为传奇的人 必然有他们成为传奇的道理 而这绝对不会因为传奇多年来未曾出现 就有所改变